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梁盛好像延遲一天 先過澳門和今晚簽約 那又怎樣? 他會不會知道這個項目有問題? 如果這位贊先生真聰明 他不僅延遲一天 他簡直下降了這個項目 好 早安 李宗盛 不然會租給你嗎? 不用了,我都準備出去 當然不要吃了,也不知道有沒有毒 我怎麼會? 不是說你,你最多是幫忙 姐姐,又不要說這麼恐怖 畢竟我們只是一家人,對吧? 所以不會毒死你 最多是令你肚子痛出不了門口 過不了澳門簽合約 怎麼會這樣? 大嫂是火姐嘛 火女來火女去,不會做陰濕的事吧 高手也有死穴 我的死穴就是你 火姐的死穴就是阿狗 我明白了 我剛才說阿狗無緣無故說 澳門的項目有這個問題 大嫂你也相信?不適合人物性格 我明白了吧 原來發覺血言很重要 親弟弟說的話,永遠是對的 上次曾家穿阿讚收地的那件事 壞了就一沉白踩 現在看到他有位子上 還不硬撕下來嗎? 二嬸,你再說 火姐警告信號就會生效 還要是七級 我沒事 不過我怕待會有人血壓升到170度 那裡有170度會死人 不過有些人是要去送死就由他 大伯,連你也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是要就我去澳門簽約 等於去送死才是假的? 何謂邪鬼何謂神 神鬼如何兩不分 說多無謂,我要圈的我圈了 我要做的我全都做了 你要做什麼,我今天也不會阻礙你了 不過你現在去都應該沒什麼用 贊先生與找錢華 有些事似乎你們不知道 我已經把連結傳到我們皇家的群組 你們慢慢看看吧 澳門政府正式調查高級公務員 涉嫌受賄賣地 地產大亨哥登葉等人牽涉被捕 真的假的?為什麼會這樣? 澳門政府之前已經裁定了 如果有關土地批級的合同失效 有關地段和地段上的建築物 都要一併歸還給政府 而一批公司是不會有任何賠償的 因為哥登葉會出事 所以就叫Ligo你殺停這個項目 牽涉到澳門的官商官哥的層次 阿九雖然不要真憑十句 但他收到風已經很厲害 現在是神是鬼,你分得了沒有? 是呀,賺先生 所以,阿姐,好球不如好運 真是時雷運到天下無敵 天生有種總有用 所以我說,阿賺你最幸運就是有人和 要不是有貴人幫助 大嫂勸你兩句,怎麼會沒事才行 所以說,都是火姐好 謝謝大嫂,謝謝火姐 你謝謝天啊,這麼巧澳門政府 及時出手抓人 阿震,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阿九呢? 就因為我們大家是一家人 你和我們又是一家人 為什麼你不肯瞞信我們呢? 我知道了,大白大嫂 其實我這麼急,只是想幫公司做點事 我以後不會的了 你好… 你好,這麼早就聽她的聲音 真是開心 看了新聞了嗎? 看了 那個她延遲了今天才來簽約 現在又出了新聞 我想你們公司應該沒事了 你不是沒有追蹤我們公司的項目嗎? 還這麼關心我們公司? 你怎麼知道?還是關心我? 我是關心…火姐 你說話都傻氣了嗎? 我會誤會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我看見你不穿衣服 會有很多幻想 我看見你這個樣子 我也有很多幻想 那不如幻想變異實 出來見個面子吧 好啊 Donald 多忙都要吃飯 一會兒一會兒一起吃飯 是呀,你這麼忙也要我們特地過來 別這麼說,公司開了聲 隨便隨便 你好… 好,再見 Donald…你好… 請坐 好… 知不知道叫Donald來說什麼 好了,終於齊人了 可以開會了 其實我也想叫你這個會 不過是讓CFO你,先我一步 對了,不知道什麼更重要 我想你也很想檢討一下 今天澳門那件事 所以哪一個召開這個會也無所謂 原來大家都想談這個話題 是… 可不可以讓我說幾句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都知道今早上 津曼集團的哥登葉 因為幸會被捕 所涉的事項是包括了 我們想買路肚程那塊的地皮 幸好我先知卓健,洞息仙姬 在簽約之前,懸崖勒馬 先知卓健,洞息仙姬 算我說呢 神推鬼推,大難不死就真的 Dial,剁些四字詞是沒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 我沒讓公司有任何損失 表面上沒有 原來內裡還有小插曲 你說如果我今天不解釋你出來 公司未來就會被你搞到損失很大 什麼事? 究竟什麼主題曲、什麼插曲? 因為這件事涉及法律的問題 所以我邀請Donald出席 究竟什麼事出了問題? 牽涉到法律,可大可小的 公司有人犯了法 你看著我說就說我犯法 Donald,他說的樣子 可不可以扣成非煌? 慢慢來,別急,大家冷靜點 現在有人砌生豬肉 搞出個冤案,還怎麼冷靜? 你們…Adam先說清楚 好,你說,我犯了什麼法? 拿出證據來 請問你,上個月九號晚上八時 你記不記得自己在哪裡? 地點應該就是龍星酒樓 好辣雞 對了,兄弟 還沒恭喜你,貴為上市公司司長官 乾杯… 謝謝… 乾杯… 當晚你在龍星酒樓 跟幾個江湖人物吃飯 金龍飛鷹 相信王家跟這群人一定很熟悉 是啊,我跟他們吃飯,那又怎樣? 來,把澳門路騰城的發展計劃 告訴了江湖人物 洩露公司的機密 Liko,最近在搞什麼? 是呀,以後有什麼要幫忙 儘管出聲 好,老家就在談澳門路騰城那邊 一塊地皮,快要談成了 我打算在這裡建一個很大型的樓盤 我肯定將會是廣諸澳港 這是最火焰的樓盤 公司很困難 幫公司賺幾十個億元 不用等到時候 現在消息一出 舉旺的股票肯定飆盛 當然 Liko,如果你真的違反了 內幕消息披露指引 你就要負上法定的責任 我吃飯吹水而已 什麼披露內幕消息這麼誇張? 其實上市公司每一位高級行政人員 都有責任去防止發生 違反披露的規定 所以無論你是蓄而為 還是疏忽而導致 都要負上法律的責任 Liko,你是公司的CEO 最高行政負責人 你…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你說什麼? 我還是那句話,拿出證據來 Adam,你那晚躲在桌下嗎? 你聽到嗎? 當晚其中一個江湖人物飛鷹 將來就重錘大手入了許旺 你又知道 傻瓜 那間經紀行是我預用三十年 那幫經紀和清卿到底 要不需要我打電話來聊天 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Donald,如果贊登有這麼做 他會有什麼效果呢? 證監會會透過民事和刑事的 雙軌制裁機制 例如下令違規者 交出他所賺取的利用 我都沒有收過什麼利益 交什麼出來 阿菲英自己買而已 關阿賺什麼事? 還說什麼? 阿賺你作為公司的CEO 我們這間公司最高的行政人員 什麼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 這些最基本的事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真的被火了,你真笨 你笨蛋,現在還原蛋 我… Donald,你繼續說 他會怎樣死 如果證據充分 違規者可能面對刑事檢控 一旦入罪 進行內幕交易的人士 他最高的刑罰是會入獄十年 還有判罰款一千萬 Adam,我和你無仇無冤 你幹嘛追著我來打? 我打你? 你,公司讓你坐CEO這個位置 簡直和放過計時炸彈差不多 我一時失策說錯話 但整件事的起因是你先我再先的 這麼強烈的指控 你明知道這件事不妥就先給我 我,我善你 這個項目是你自己拿來做的 會議紀錄也有的 還有,你為什麼說我知道這個項目有問題 請拿出證據來 我有真憑實據,我一定會動難你 無證無據就不可以這樣說話 那倒是,過分 是…阿讚,你不知道到處收了什麼封 你不是確實的,你不要放在桌上說 好吧…我們回頭再說這個問題 不是,要認真處理 你想怎麼樣?報警抓我嗎? 好 直周收地事件 公司的公眾形象已經不太好 如果再報警,公司的形象插水 對公司來說是很大的損失 我想Adam只是叫Donald上來 而不是叫商業罪案調查科 應該已經打算內部處理了 錯了是要認 不如讓我們閉門處理好嗎? 其實昨晚Adam已經跟我說了這件事 我也希望不要搞大他 但是看回之前梁先生 在直周收地計劃的表現 以及這次澳門項目的疏忽 我認為梁先生你 不是太適合升任CEO這個位置 你們根本就是有餘謀,有組織 你不想我們黃金馬做CEO的位置 怎麼會呢?我們是對事,不是對人 那就引咎辭職吧 梁讚這一次不過是無心之失 不如我們著情處理好嗎? 說句公道的話 阿讚一向都很勤勵 而且他很為公司,這是真的 他應該還可以在公司其他職位 做出成績 不用就這樣一腳伸他出公司 我們都信火姐是你的 Adam,不如再給梁先生一次機會 你們都說得這樣,那就這樣吧 阿奇 我上次虧了股票你就炒蟹 這次你就炒油 你是不是這樣來撿對我們兩隻弟 不是,不是,華姐 算了,阿姐 有得吃就好吃 反正我們都心淡了,是嗎? 你們又想怎麼樣? 火姐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先知聲明 這次這輛火燭車不會出動救火的 先吃飯… 只是他才有火嗎?我也有 你就盲撐你老公,你就盲撐你老婆 但是為什麼我不能盲撐我一讚? 二嬸 不是鄭爸、鄭媽媽出聲撐 Ligo要引夠辭職嗎? 還要把包袱 那些姓許的? 切割局來要把阿讚下台 要不是你阿讚自己踩在桶上 那怎麼會有事? 現在被人吃了個小子,沒辦法 他們想公司的主席是他們 主席也是他們 我們皇家還有訂站? 你們可以不抵得我阿讚 但是也不要找公司來交票 阿讚,我們兩家公司合併的時候 主席的位置我讓了給Alan 主席的位置我一定攬緊 我左算右算,誰可以坐這個位置呢? 我問以外,他說他還沒準備好 我問維家,但是維家沒人定性 如果我把這個位置叫阿九做 他一定回答我一句傻的媽媽 所以… 數到最後就輪到我 雖然你不是第一人選 但是因為我都棄中你 所以我才找你做 因為我知道你的優點 你肯做,肯博 最重要的是忠心 而且你很想做 一個人很想做一件事 就拼命去做到最好 現在你做不來 你不是應該了解自己的能力不夠 你知道的就應該退回來 到現在我才知道我看漏了你兩件事 你好大喜功,不肯認錯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現在我們保證你不用坐牢 不用失去工作 只是退回來做本分而已 你是不是應該感恩? 你呀,我們捧得你上天又怎麼樣 你也要有能力坐穩他 沒那麼快掉下來才行 如果你肯自我反省 好好地繼續提升自己 到時候我們捧得你上九重天還行 捧得我上九重天 踩我到十八層地獄就行了 我敢說 如果被圍插的 換上就是圍家或者意外的話 你們肯肯定不會拱的反應 弟弟女就當是捧 我排到最後 找個爛頭桌,找個炮灰 你又說去哪裡了? 那是吧?他現在看我們不順眼 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一有桶他被他們捉住 就第一時間玩 找我做CEO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找我來擋箭 這是我了解的 那我就心口掛著那個勇字 做你們皇家的箭法 我小想不到我背部也會中箭 你既然知道我們兩家有矛盾 你就更應該小心… 如果自己沒有走錯 人家怎麼捉到你的腳? 好了…說到這裡夠了 再說就過了火位,收不回了 姐姐,剛才你說不肯算 不肯吃飯 你要再堅持下去好不好? 不想過了火位而已 剛才有人問我肢定應該要退下來 已經過了火位了,我很傷心 這句話是誰說的? 就說你了 好,我收回這句話 我們是一家人 我原本都當你們是一家人 打算一生一世和你們相親相愛 還打算拿一張身分證改成黃 誰知道… 原來… 我再接著多情 姐姐,姐夫已經死了這麼久 你們又沒有子女 你和黃姐姐一組斷了,對嗎? 去吧,無謂再停留 我們走吧 走? 走吧 真的走嗎?弟弟 姐姐,我們兩姐弟相依為命 靠雙手去撫平,不要靠姓王的,走 走… 阿鎮 你說什麼何必呢? 是呀,何必呢? 不是很新演嗎? 人最重要的是尊嚴 走出去,怎麼看回頭? 我怕過年了 千萬不要攔罵我們 來,吃飯吧… 慢慢走,阿鎮 他們要追,就早就追出來 還沒揭人 就知道他們根本就不想我們享受 不是這樣的 姐姐,聽我說吧 阿鎮,姐姐知道你今天很不開心 我受了很多瘋肉 我知道 但是你…你是不是應該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站起來 慢著 我們再給他們一次機會吧 數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你怎麼這麼快才行 一、二、三 把心寫吧 不行…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數十聲才適合 你不如探十聲吧 也好…不如讓我唱一首探十聲吧 姐姐 不要了,阿鎮 我們現在兩手蝙蝙蝙蝙怎麼走 我們什麼都還沒收拾 那些漂亮的手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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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 那下真的要和阿姊去酒店住嗎? 不要, 歸去吧 你看看電話 電話幹什麼? 幸好剛才你拔我走的時候 我還懂得拿走電話 我想說沒響過 他們沒打過給你 剛才沒有騷擾他們 嘴巴說當我們自己人 其實心裡就當我們瘋神 一早就想趴我們走 如果是這樣, 我們更加不可以走 就留在這裡等他們睹眼睹鼻 我每天煮他們的花膠燕我吃 姐姐, 我良賺窮得只剩下錢 我一樣有本事 讓你每天吃鮑魚、吃花膠 這些食物, 別人的才有益 老子, 我要自立回戶 我要創業CEO, 我不欠, 我要做老闆 創業豈不是從零開始 以前沒有抖領的時候你熬得 是因為你年輕, 現在你還行嗎? 有志者樹竟成 那個賣炸雞的白頭白鬚工 四十歲創業, 六十六歲東山再起 七十五歲真正成名 我就不信我良賊不可以… 怎麼了?姐姐 連你也不信我 連你也想看死我? 當然不是, 我一定會撐你 不過… 贊, 你說我們窮得只剩下錢 錢怎麼得來這麼多? 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在皇家是零消費 住得舒適, 還有三餐供應 去哪裡找? 你想想吧 我們回去照樣在這裡吃和住 不就自己去創業了? 創業與成本的, 省得多少就多少 不過, 算是否應該這樣計算? 聽姐姐說, 要不扭軚回頭吧 姐姐, 你說得對 剛才我反過來, 吹了一陣風 我冷靜了 不過… 我知道我們這樣走出去會很虧 只不過… 還說什麼? 我有尊嚴的 你放心吧, 姐姐一定幫你保住尊嚴 我已經想到 怎麼幫你搭個下台街 真是的 現在幾點了? 九點三個字 怎麼了?還是只顧著那兩隻東西? 不是, 我想看明珠九三零 剛才那場屈辱斷腸之 今天不回家 這麼精彩, 你還沒看夠嗎? 這場戲還沒完結 你說我說, 還有下半場 下半場現在開始 是嗎? 是嗎? 晴姐 找我? 誰?華姐嗎? 護照? 怎麼要拿護照? 晴… 快點拿個電話過來我聽 你快走路不行嗎? 走過來, 快點 二嫂…你千萬不要閉嘴, 二嫂 你們別這樣了 要護照做什麼?想一走就知道 我們是一家人 怎麼可以說走就走? 剛才我起床追你們 我真的輪盡了 左腳踩右腳就追不了你們了 阿朗, 我們真的很擔心你 你什麼都別說 快點說我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有什麼不對不著 你也要讓我見過你們 都說別說護照了 我不會讓你們離開 我們皇家上下老暖 也不會讓你們離開 你在哪裡? 你快點說你現在在哪裡? 在哪裡? 姐姐, 他們這麼久都還沒到 會不會不來找我們? 放心吧 剛才大嫂在電話上說得這麼緊張 他們怎麼會不來? 你們四處看吧 我們擺定高姿態等他們出現 你在這裡等我吧 好 阿鎮, 嫂子, 見到你們就好了 護照呢? 我叫瓊姐燒掉了 那不就不離開了 香港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一定有我們容身之所的 哪裡都不准去 大個家在這裡, 跟我回去 回去有什麼好? 真是一家人的話 就應該支持我支持到底 替我保持首席的位置 是呀 有些事情就沒有彎轉了 再說也很臭 這幕龍鳳現歸來的下台佳戲 我是做到這裡的 結局就是火霸俠, 就是我火姐 向龍鳳相宴, 就是你們兩位 跪下又求又敗, 求你們回歸 那結局滿意了嗎? 你們打的電話來 我都知道你們下口氣了 雖然說我們不同姓 但我們也風雨同怒了這麼多年 阿讚他又不姓王, 怡嫂你 切切實實, 生是王家人, 死是王家鬼 除非加上你的心想改架 我猜 我對阿永昌一心一意 死了還是這麼說 阿讚你, 二十歲仔從佛山下來 就跟著我在昌旺做事 我對著你比對著我弟弟阿狗多 我心裡把你當成親弟弟一樣 這次這件事, 雞食放肝蟲 你心明不知道 你自己賴些毒草 我沒辦法幫你抹 因為你, 我們現在整個奶茶幫都洩漿 外敵當前, 你是不是還要家務靈日 不是 好了, 扭完屁股花了 我不會吹風太久 那我們也不要吹風了, 弟弟 好了…一起回歸吧 走吧… 阿淑媽 其實他們打電話回家 代表扯了白旗 為什麼你還要跟他們做這場戲呢?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你這頓飯約了這麼久 終於吃得了 兩位真是客氣 別這麼說, 上次我們家醜的事 弄到你, 你別見怪就真的 怎麼會呢?兩位這麼多關照 公司的事就等於是我的事 當途可以說 見證我們兩家人的起起跌跌 你在我們兩家人心目中很有份量 是呀… 千萬別這麼說 上次的事是不是Lay哥 已經決定退下來不做CEO了? 是的… 他回到去也反省過, 也檢討過 他以前跟著我老婆的 我想將他放回我的策劃報 Alan, 你沒什麼意見吧? 我沒有意見 好吧… 你們的CEO人選不可以懸空太久 要早點找人頂上才行 是呀, 這個人選令我也覺得很頭癢 黃先生 Adam之前也是CEO, 說可以還給他做 Adam? 無論經驗, 對公司業務的了解 Adam絕對是不義之選 黃先生, 你應該沒問題吧 好… 晴姐, 你在做什麼? 我…我又做錯什麼? 花膠燉冬菇, 你還不知道在哪裡? 別說什麼冬菇不冬菇 好, 難道他把李若龍門弄出來 大家就飛黃騰達嗎?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勤勵 你應該腳踏實地這樣做下去 我經常說, 事緩則緣 你應該是屬於那種… 應該慢火慢慢熬 終於會大氣晚成那種 你別急, 又別怨 你現在已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要黏粥 知道了, 叫晴姐明晚做黏粥陽眼煲 靖,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今天Ellen約了我吃飯 他提到有關於CEO的人選問題 說過一句幹嘛爬飯? 好喝嘛 大拔 正牌你說不說 CEO人選似乎有古怪 對, 是許家的人 大拔, 你說吧, 我受得起 說吧… Ellen說CEO的位置被Edan做 大拔, 你這個人擺明是粗糙 明知道CEO這個位置不應該被許家那些人做 但你又不說話, 是不是? 我不是不說話 忽然Ellen提起這句提議 就跟我說你應該沒問題吧 殺我的措手不及 我平時就這樣…好…這樣 那你答應了嗎? 你也知道, 我平時對人對事 我平時一向都是很好 阿賞經常說他的尊嚴 現在我們全家人的尊嚴放在哪裡? 想想而已, 還沒落實 你打算怎麼跟Ellen說? 你這麼愛他, 你怎麼敢譯他? 你說什麼? 我也是這樣說 想想… 想想怎麼跟他說? 那個阿頓根本就是全盤計劃 逼我下台, 然後坐上CEO的位置 他們沒那麼容易還給我們 都是我輸, 都是我沒用 這個時候不是說晦氣話 我們應該要抗爭到底 主席和CEO都被那邊做, 是有問題的 他們這麼做 就當你這個大普通是傻子威, 不行的 我知道…不是…他們…不會這麼做的 公司一來就分了奶茶幫, 紅茶幫 現在我們這邊的人知道形勢變成這樣 一定大受打擊 是呀, 到時候一定有人後悔 跟錯幫牌上轉匯 下面的員工士氣大受影響 上面的高層還在搶椅子 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兒戲 公司不會好 公司, 哪一家公司? 現在這樣搞定 我們家昌王已經被盛海的炸了 你們所說的話 這件事我通通也有想過 但是在那個環境, 你要我說不 我一定要即時可以說出 第二個人選才行 你們說 我們這邊還有誰可以坐主席的位置 阿桑, 我把AA聲 給我看看有沒有第二張 給我拿過來換過它 知道, Liger, 我現在去搞 知道嗎? 阿桑 這些粗粗粗的東西, 等我來嘛 來, 是你我才幫你 謝謝 出去哪裡了? Liger的房間, 我之前的椅子壞了 謝謝… 可以了, 謝謝 進來 Liger, 張新椅子 怎麼樣?他來搞我的人嗎? 不是 是呀, 色勞哥很好人 他去幫我搬張椅子過來 阿桑很快就不是你的人 你說嗎? 他是主席助理, 你很快就不是主席 他怎麼會還是你的人呢? 但是我現在還是主席嘛 我馬上叫人事部解僱你還行 誰說要解僱我的助理主席 原來就是就連四任的主席 二少爺, 我不會怪他 他就是四任嘛 他的心情我們都很明白 好的…搞什麼? 阿桑說把椅子有問題 我們換一張新的給他 椅子還沒坐暖就壞了 所以連自己的大班也保不住 何況主席這個位置 你再看兩眼這個牌子 阿桑, 你和你的老闆在這裡 拍一張照片來留念吧 他的小弟沒什麼機會再做主席了 Lay哥真可憐 其實我真的是做事的人, 我很勤奮 勤奮勤奮就是一隻牛 到頭來都是給人家湯來吃的 小弟, 你做狗也不像有些人似的 沒良心的, 連自己親戚也不幫 只會說風涼話, 你的? 說實話, 都給我聽說話 從事就把你來吃了 說多少次? 他老了, 不能嚇人 你大賺先生慘了 你擔心自己吧 新總裁也不知道會用你 你一朝天之一朝神 我聽到說Adam會做主席嗎? 不是, 是的話, 我不怕 色奴哥一定會看著我 歌前歌後三分點, 色奴哥 還有一個Lay哥 我說如果我撞下, 就會繼續用 我說是創酒貨 是誰呢? 那這些正常情況都靈買當頭起 我有一個人就再說儀器了 不過這麼說 如果真是那個許怡少Adam做主席 我真是擔心 直覺告訴我, 他不是好人 我不想直覺, 我想視覺 叔叔, 什麼事? 你的車位天花掉灰下來 我怕整理你的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公司就留了一個車位 讓你多上兩層 許怡少… 這個車位是黃先生 他出去巡視舞蹈很快回來的 阿元針, 你就叫他多繞兩層 這樣令我很難做的 你還想做的, 你記住 這座的東西還是姓許的 還是姓許在說的事 我姓許的喜歡怎麼拍就怎麼拍 你有本事, 夠膽就幫我拍了它 你說, 一個這麼沒氣量的人 怎麼做大事? 那誰做CEO? 狗, 狗, 不如你做吧 你也太討厭, 你也懂得說 是三層位, 兄弟要死嗎? 那你明知道Ada不行 你不是看著公司死不來吧 兒子有些人真是又黑心又沒良心 你再廢他三、五、七下就對了 那會不會, 至少容易招… 你很好吃 不過我也不吃 你一吃, 我一吃 很好吃… 這麼好, 約大姐吃東西 有什麼想說?火姐, 狗少 奶茶蛋自到, 麻煩花姐 謝謝 慢慢吃 我知道你最近像一件蛋字一樣 就叫你出來關心一下你 繼續吧 你呢?就像中間的蛋一樣 兩塊麵包就是正伯和許大少 是為了CEO那件事 你夾在中間…你看, 越夾越扁… 越夾越緊, 你看都變得… 你怎麼吃? 我知道阿靖仇, 我就替他仇 你繼續吧, 我知道你有辦法 你才找我的, 是不是? 火姐真是火姐 但我阿狗就不是以前的阿狗了 懂得主動關心公司 難道開罪曉? 阿靖, 對了, 要你坐CEO這個位置 我無論如何替你揮這個位置回來 阿靖 來…手動、口冷靜點, 先坐下來 我還是以防萬一 我擔心你們找不讓人找我來處理 我怎麼死都會關你的 好, 告訴你聽聽 ABA 什麼?ABA? Anyone but Adam 火姐, 你今天約我上來Donald 但又不見黃先生, 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有些事情如果黃先生在 反而不方便說 這樣的, 當初我們兩間公司合併的時候 阿靖就讓了主席的位置給許大少李 其實他是因為對你的尊重 我明白, 你們也很公道 把CEO這個位置給我們這邊 這樣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世事難料, 我們沒人猜到 事情的發展會變成這樣 火姐, 你是不是想把CEO這個位置 給你們那邊的人做 但黃先生答應給Adam做 不是, 許二少做CEO好 好啊, 我和阿靖意見一致 我們非常贊同 我又說回前頭 開初的時候, 你們這邊是做主席 我們那邊是做CEO 這樣的安排, 大家都很滿意嘛 是不是? 但現在, 你們那邊現在是做CEO 好啊, 那我們這邊是否應該做主席 平衡 兩邊擋得好 這樣才是公平公正的 你說是嗎?Donald, 你說是嗎? 我這樣想其實是想維持過往雙方的友好關係 當初黃先生讓主席的位置給許大少 現在提起主席的位置 是否應該找黃先生來商量會好一點呢? 當時, 主席的位置 我想許大少, 你讓主席的位置給我錯 不可能 那個女人什麼身分?何德何能? 做主席?不可能 大哥, 你不是真的打算把主席的位置 給了那個火姐錯吧? 其實主席和CEO這兩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都在我們這邊, 是有些不應該的 什麼不應該?他們才是最不應該的 合拼了這麼久, 他們做了多少事 很明顯他不想把CEO的位置交給Adam 他們想不到法子了, 就要欠主席的位置 說欠就欠了?那個女人上了路嗎? 那個老公早就答應了給Alan做主席 不, 他夫妻都不知道是不是扯貓 一個黑面, 一個白面 那邊說給Adam的位置坐, 在這裡玩 別說了, 總之一個NO字 我們許家怎麼都不可以把主席位置養出去 Alan, 就算讀書的時候 你也一定是學生會的主席 到你接手了公司 甚至在外面的公職 主席的位置都是非你莫屬的 來到現在許旺集團 如果你不是主席的話, 我真的不敢想像 別說你, 我一定是第一個激死的 媽媽, 別再說什麼了 媽媽, 最多我… 老公, 你不要亂來 這個位置有辦法 我不坐CEO的位置 大哥就可以補上主席位置了 放心吧, 老婆 老婆, 我不會這麼順暢的 我坐不到CEO的位置 也不讓姓黃那邊的人坐 我 没法放手 前方有太多 想要去追 必会猛过去 求得到所需 金路如水 金钻如我去 人生要至少一个壮具 问谁定错对 城堡变废墟 风光笑不免恐惧 万一之境尽寻